大家好,我現在要講的是為什麼你的靈魂跟你的人類的身體有不一樣 為什麼會不一樣 這個問題有很多的因素 第一個因素就是有關你的人生做了些什麼 比如說你在生氣 你在生氣的話,你的靈魂出效的時候,你的靈魂會不一樣 所謂不一樣就是有憤怒的表情 我們做人的話可能會自己修飾自己 讓你的表情看起來不像生氣的樣子 可是那個靈魂還是會生氣的樣子 為什麼呢? 因為靈魂心裡有積的什麼事 心裡積累積的事情就會累積在你靈魂身上 這樣你就會感覺到那個怨氣 如果說你有在生氣的話 為什麼你在擔心什麼? 那個擔心的事情也會在靈魂身上 這樣你就會靈魂出效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自己不太一樣 那還有什麼原因呢? 就是說 你靈魂出效還沒有練得很熟的時候 你剛剛靈魂出效出來的時候 可能是無形的 無形就是你看不到自己 對呀 看不到自己的時候 你就會懷疑說自己到底有沒有出來 這樣子 對 那所以就要靠一些事情 旁邊的一些事情 你就可以知道說 你自己到底有沒有出來 比如說 就像我那個靈魂出效法則 裡面講的很多事情 你如果不記得的話 再看一遍 對 那比如說你在床旁邊放了一個照片 放了一個照片 那你靈魂出來的時候 看見照片不見了 那你就知道 你不在地球 這樣 這樣 然後 那還有什麼原因 也會不一樣 對 因為你那個 你來這個地球之前 你一定有個前世 這樣 那這個前世呢 有些人不見的是人 對 或是 有 說話比較好 也有是鬼啊 神的 這樣 神啊 像有時候我靈魂出來是 全部是金的 這樣 你就會覺得很奇怪 可是我已經習慣了 所以我就 知道 那個 我在哪一界 如果我在佛陀的話 那全身就是金的 這樣 這樣 那如果在天堂的話 就肉身 肉色 也 不是肉身 是肉的顏色 這樣 出現這樣 這樣 那你 那有些人的 原神是動物的 是動物 所以你有時候 原神出來 你看他自己是動物 你會嚇一跳 不過這個也是一個警惕 給你一個警惕 為什麼 就是說 你下來做人 是一個禮物 通常都是你前世要求說 要做人 所以 所以 神給你一個機會 然後你在這個 人間上做人 那你可以修道的 那你就要把握這個 修道的機會 這樣 好好地做人 這樣 那 所以 有人出來說 看到自己是動物 這樣 有些人是這樣 那 最常見的 尤其是你 在戀了靈魂出教 剛剛開始的話 可能是 一個無形 你再繼續練的話 你可能會看到自己 這樣 但是 你會看到自己是扁的 這樣扁的 這樣 整個是扁的 這樣 沒有立體感 這樣子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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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 你就 把那個靈魂出教法則 再看一遍 那 你就想辦法 把自己全身的樣子 弄出來 這樣 就像我說 你要是想去天堂 看你的祖父母的話 你一定要有個身體吧 對不對 那 所以 這就是為什麼 你那個 有時候靈魂出教的時候 看到自己的那個樣子 是不一樣的 跟那個 跟人間的樣子 不大一樣 那有時候 可能還會換性別 對 因為那個 那個原神 你原神可能是 比如說 如果你原神 你現在是女的 那你原神是男的話 你一出來是男的 這樣 那 或是說 你的原神 是那個 是女的 那 那你現在是男的 那 所以你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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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神 就是個 女的 這樣 那 那 我現在先 暫時不講 那個同性戀的事情 啊 不過 同性戀的事情呢 有一部分 也是這個原因 就是 他的本性 是男的 或是本性 是女的 可是他現在 可能是男的 或女的 這樣 這樣子啊 所以 那個 那個 男同性戀 有一部分 是這個原因的 所以有時候 我們搞不清楚 他腦袋的想什麼 可是是 原神的關係 這樣 對 那所以 所以 這一集就是 講到說 為什麼 你出來有時候 原神會跟自己 人的身體不一樣 就是這個原因 好 那 那 你 如果你看到自己 不一樣的時候 你就有點警惕了 就是說 那 你 你 雖然原神是那個樣子 但是你去世的時候 你就是去世 然後又到另外一界去的時候 你不見得是那個 用 是那個原神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要看你這次做了些什麼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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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次 通常都是你死了以後 原神出來的時候 你還是現在人體的樣子 這樣子 現在人體的樣子 那 除非是你是 有 其他界的那個 那個位置 像 神位 或是天上界 或是哪一界的事情 你 你可能會變成那個 那個樣子 不過大部分的人呢 都還是有 那個人的 自己人類 自己身體 現在的樣子 所以 所以就是為什麼 所以就是為什麼 你這次去世的時候 會變成那個樣子 所以有兩種可能 兩種可能 一個就是說 一個就是說 你本身就是動物投胎的 投胎做人的 另外一個可能就是說 你將來去世的時候 會變成那個樣子 這兩種可能 對 不過大部分的人呢 都是你去世的時候 還是你人類的 身體的樣子 這樣子 但是也要看你做了多少的 那個 得 那個 積了多少散 所以你的外表 外觀會改變的 比如說 比如說 你如果說你這次 那個 我是打個比方 如果你這次 長得很不好看 這樣 但是 你 所以我們中國人 常常講一句話 說你不是修這次 你是修來世 對不對 那怎麼說呢 你要是這次 很不好看 但是你很善良的話 你的外觀 你外觀也會 會改變的 對 會改變的 怎麼說 就是說你會變得比較漂亮 你去世的時候 那個靈魂出來的時候 靈魂會變得 漂亮 如果你做了非常多的善事的話 你的靈魂就越來越漂亮 這樣 尤其是你做很多善事的時候 那你的外觀會改變的 所以 所以那個 沒有什麼是一定的 但是 根據你多少行善 這也有關係的 OK 我大概講太多了 希望你還沒有聽你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頻道的話 請你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就像我說的 那個 有些 有些 觀眾 看我的頻道 他很喜歡 可是那個 轉來轉去 他的頻道 就失去了 失去了 然後找不到 所以因為他沒有訂閱的關係 然後他就很後悔 然後 所以你 我是建議你 要訂閱 訂閱我這個頻道 所以你就可以一直知道 我會講很多事情 會講很多故事 而且我以後 每個禮拜 我還會做這個 藍寶石雜談 好 回答問題 還有聊天 跟你聊天 如果你沒人可以聊天 你來這裡 我跟你聊天 OK 好 謝謝你 謝謝